灯架罗干马晚县一所技术学校的9名男学生 涉嫌故意殴打智商3名15岁的中学生 今天被带往推视体面控 9人全都否认有罪 根据控状9名16岁的被告 在今年8月23号晚上11点30分 在学校宿舍内对3名15岁受害者拳打脚踢 抵触行事法点第323 示意伤人条文 一旦罪程可面临最高一年监禁 或是罚款最高2000令吉或两者监失 由于所有被告都不认罪 法官最后允许他们每人以2000到5500令吉保释 案件则定10月12号再次过堂 цел式充长员 早上